大家好,我是冰鳳啦 你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的文章有沒有 搜尋東西的時候 然後這是我的粉絲專頁跟網站跟信箱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會早點走明天要出國 所以如果有問題然後又不敢問的話 你可以用粉絲團私訊我,我會回你們 然後我很喜歡旅行 然後很喜歡拍照跟很喜歡吃東西 然後我是從大二大三的時候開始寫部落格 然後接下來想要跟你們講的是 因為我很多朋友就是現在很多人就會說 部落客很好當啊很好賺啊或是很爽啊 然後我會想要跟你們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工作 然後最適合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其實是你們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從大學的時候開始寫 然後我其實因為我是一個很 我自己都覺得如果我這個可以做成功的話 其實你們只要花一點時間 你們也可以變成一個很成功的部落客 或是做其他事情也可以很成功 因為我自己是 我就是不會騎車不會開車什麼都不會 就是做什麼事都會搞砸 然後去打工也會 就是我去打工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做錯 就是記帳記錯然後包裝可能會包錯 然後可能前半年事情都記不住 因為我在相機店打工 然後我店長我都一直跟店長說 你是很想要叫我滾之類的 然後我就然後後來還去了微軟實習 就大家現在不是很喜歡找實習嗎 不過我在微軟實習一年我覺得還蠻好玩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問我 然後在微軟實習反而是我最認真寫部落客的那一年 因為那時候大四實習我就發現 完了大家都這麼強 如果我這個不好經營 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工作 也是可以賺錢的 我那時候想說如果這不好好經營 我出去找工作我一定會失業 所以我就用完我大四的最後一年 拼命寫文章 然後寫很多很多很多文章 然後我給自己的目標就是 就是我確定我要在大四這一年 我的收入可能可以穩定的 跟上班族一樣 不然我就得去找工作嘛 所以就要記得 要給自己沒有後路 就是你如果現在知道 你不做這個你會餓死 或是你不找工作你會餓死 或是你這個工作不好好做你會餓死 你才會奮發想 這有全力以赴 然後呢我想跟你們分享這一個是 你們可以找QRQ看這篇文章 好像是前年還是什麼時候我看到 他在講的是 人生才是你真正的正直 他就在講一個記者 就是他薪水可能很少 可是他做的是他喜歡的工作 是在採訪在寫作 然後就有人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去找一個好一點的工作 為什麼不要去找一個薪水高一點的工作 然後可是記者就說 我就是很喜歡寫文章啊 我就覺得這樣子 不用一直進辦公室 然後寫我自己想要寫的東西 做我想做的事我很開心 然後那個人後來才說 喔原來其實你做這個工作 才是你真的喜歡的工作 才是真的正直 因為有太多人的正直 都在過別人交代的工作 所以他可能覺得我上班的時候好辛苦 我真的下班那一點點時間 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可是我有時候已經很累 我不想做了 那你就每天過著無聊的生活 然後一直一直一直過 過到30歲40歲50歲 你還是過那樣的生活 然後我就會覺得 當播客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很喜歡 然後就算很辛苦 我也做得很開心 然後我也可以有收入的工作 那這就是大家可能以為的 美食部落客 可能就是以為我們 都很會品嘗美食啊 然後都可以吃很多 好吃的東西 就只要評論一下就好 但其實呢 你們不知道 美食部落客是 像這個是我們 就是我每個禮拜上 會有個 我們部落客 好朋友的 咖啡廳聚會 我們就會自己找一間咖啡廳 然後每個人都在店 然後我們可能有時候 會有很多廠商的產品 會有衣服 會有一堆東西要拍照 你不可能家裡有個攝影師 幫你拍 所以我們可能這個時候 就會請大家幫我們拍照 所以我們的桌子都 亂七八糟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台電腦 會超級滿 然後看到食物 又覺得不拍 有職業病 所以我們可能要 邊吃東西邊拍 然後你看這邊全部都是食物 然後放滿 然後都會用電腦 或是菜來了 都要相機先吃 或是我可能自己 一個手拿麵 然後一手自己拍 就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我可以自己一個人這樣拍 就是你看起來照片 可能是覺得 有人家麵啊 你看我其實都要自己拍了 對 然後呢 當部落客其實 我很後來 我自己在當部落客的時候 我覺得 是一個好玩的工作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厲害 或是什麼 可是我久了之後 我就會發現 欸其實做這個東西 對你未來的幫助是很大 尤其你在大學的時候 你時間最多的時候 因為我大學讀經營管理系 蠻閒的 你當部落客 其實你要自己當攝影師 因為你自己寫的文章 你才知道 怎麼樣拍才是漂亮的 就算有別人幫你拍 你可能也要收集很多 只要跟他講 你想要什麼樣的感覺 除非你真的花錢 你知道一個攝影師 如果幫你拍網拍攝影師 就是網拍那種攝影師 一個小時也要三五千塊 你如果拍一個下來 你可能要三四個小時 那你的稿費可能 超過一半 都要給你一個攝影師了 所以你要嘛 就是可能 找男朋友拍 找自己拍 自己嫁腳架拍 或是請好朋友拍 然後你要自己當model 你可能要自己下去 因為你 大家要看就是要看你啊 就是要知道你真的用過的東西 你要自己當model 然後你可能要自己包裝產品 自己想企劃 然後自己跟廠商提案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 講到這個我覺得有點好笑 就是 現在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很多大學剛畢業 就很想要當行銷企劃 你們會想要做這個嗎 就對行銷很有興趣 對廣告公司很有興趣 我那時候也是 因為我很喜歡很喜歡行銷 我大學畢業前 我就一直奮發 想說我要去廣告公司 做那個薪水很少 又累到死的工作 但我後來當了部落客 我覺得發現是差不多的 那時候 就會很多 你剛畢業跑去廣告公司 因為流動 人才流動太快 然後去廣告公司的時候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教你要怎麼跟客戶應對 所以我就會收到很多很多 有點 會讓我冒火的 公關寄來的心 就會說 請問一下我今天下午 有一個什麼活動 你可以來參加嗎 我想說 今天下午是怎麼一回事 或是會激進說 我們有一個洗髮金 你要接嗎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要怎麼介紹洗髮金 是什麼洗髮金 你要告訴我什麼東西 或是突然就會冒一封信說 我是什麼什麼餐廳 如果邀請你來 你方便嗎 就是那種很簡單 都不講解的東西 但有一些廠商 或是有一些公關 他是真的不清楚 然後你可能 我可能就要特別跟他說 那我是寫旅遊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一支手機 那我可以用旅遊的方式 介紹他 因為我的粉絲可能 本來就是習慣我做這個 我不可能拿一支手機跟他說 這支手機 美妝很 就是自拍很厲害 拍莊文很厲害 我明明就是這個路線 我不能這樣介紹 或是我突然間 介紹一台洗衣機 別人也覺得很奇怪 我一直在外面玩 我怎麼會寫洗衣機呢 或是我介紹個冰箱 或介紹個鍋子 就會很奇怪 你可能就要跟他說 欸我覺得 這個東西可能比較適合 親子的部落客 或是適合媽媽的部落客 然後我如果好心一點 我就會跟他說 還是你可以去找這些人 因為他們其實有時候 根本不懂 然後他就會用 有點沒有禮貌的方式問我 然後我可能一天會收到 五封十封這種 很多很多很多沒禮貌的信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說 如果很大 還是因為你有時候 在外面很忙 可是大家都會記一些 你根本搞不清楚的信 然後我如果來回來回來 我同時跟十個人來回來回來 我一天的事情就沒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 公關多不好好學呢 就會有很多很多這種狀況 可是你就要練習自己的學長 然後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你在這個 就是跟他們來信的過程中 因為你是為了自己工作 所以你其實會更 想要維護好自己的名譽 你如果真的在公司上班 你可能就會想說 看有沒有禮貌啊 然後就不想理他 可是你為了自己名譽 你還是會好好的回去 然後跟他說 如果下次有機會合作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合作 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其實慢慢就會訓練 你自己收回信的時候 要怎麼跟別人應對 或是公關突然打電話來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說 欸 我們那個時間要來不及了 你可不可以禮拜四的活動 禮拜五交稿 然後我就說 嗯 禮拜五交稿 是我參加完 趕快想 他說對啊對啊 然後他自己很可能 因為他說廠商對他太兇了 他沒辦法翻便 只能翻我 然後我也只能想一下 該怎麼處理這件事 然後好好跟他說 所以這時候 你就會在你的工作當中 默默的訓練了很多 你的抗壓性跟應對的能力 或是你自己要經營粉絲團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 你開始學會了SEO 網站SEO 自己學會該怎麼下粉絲團的廣告 自己學該怎麼做社群 徹取行銷跟經營跟粉絲的關係 因為你也許出去工作的時候 你的主管可能會跟你說 欸 你這個產品 幫我做這一波的宣傳做行銷 但是那不是你的東西 所以你想的辦法可能是 我要想辦法把數字湊到很大 讓主管看到報告的時候 覺得喔 你好厲害 可能你的粉絲團從一萬變兩萬 搞不好都是假的 五千都是買的 或是瘋狂下廣的 那就不是真的粉絲 可是你主管就會覺得 喔 很棒很棒 然後就OK了 可是如果是真的你自己的粉絲團 或你真的行銷 要賣你自己的時候 你不可能會自己買了一堆的粉絲 然後騙自己說 我的粉絲團變兩萬人了 好開心 你希望他是真的實質地增加的 所以這時候你才會為了自己而努力 然後真的把所有你要做的事情 一個一個做到好 不是去工作的時候敷衍別人那樣 所以呢 我都覺得 就像很多人都想要創業 然後我就覺得 在你們學生的時間 比較多的時間 你可以去創業 或是你可以試著看看 可不可以自己在網路上 分享一些文章 開個部落格 開部落格是很簡單的事情 你皮特幫開也不用錢 這是一個我覺得 門檻最低的創業家 因為你其實不用花太多錢 你只要先從自己 分享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 你以後也許去創業 或是這些技能 是能幫助到你以後創業的 因為你在這中間 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你會慢慢培養你各式各樣的技能 然後你也會發現 你自己最適合什麼 最想要了解的是什麼 所以我要先讓你們 自己想想看 你們的強項在哪裡 因為如果你要寫部落格 就是我很多朋友 會問我說 好想寫可是好累喔 或是好想寫好難喔 然後我就會覺得 你要從你最喜歡的東西開始 這個跟你之後找工作 或是你要找未來下一步 或是你要真的要創業 那也都是一樣 你要先從自己喜歡的開始 然後運用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你的強項 像我那時候 開始寫部落格的時候 我是真的好玩 就是我喜歡 記錄很多我喜歡吃的東西 跟我出去玩的事情 例如說我出去玩 是幾乎不買經驗品的 我就開始部落格寫九週 我就覺得 我每一天文章 都是最好的經驗品 又是不用花錢 我很常 例如說去一趟新加坡 回來台灣之後 寫完文章 我就會想到 然後就跑去重看我的文章 就覺得 我好像要去玩過了一次 然後就覺得 這比我買了一堆紀念品 放在家裡 還要更有意義 因為它是活生生的 記錄我每一趟的旅程 然後這從我的興趣開始 是因為 我寫了一篇就是 可以待很久 然後有WiFi 有插座 不限時間的咖啡廳 然後這篇 因為後來變成我部落格 搜尋量很高的文章 只是因為我真的要找這種咖啡廳 可是我發現 我搜尋出來都是那種 夢幻下午朝 我不想要去那種 就是充滿蝴蝶結 然後東區很噁心的地方 不是很噁心 就是我不想去那麼少女的地方 然後兩個小時又說 不好意思要走了 然後旁邊很吵 我想要去就是 你只要讓我可以用電腦 很安靜的地方就好 然後我就開始整理這種地方 然後一直一直 只要找到我就更新更新更新 然後我就發現 有好多人原來都在找跟我一樣的地方 然後就找出了興趣 所以我就寫了這種文章 或者是 從自己需要的東西開始 像這個是我帶了朋友去 風假夜市逛 因為我台中人 然後我就發現很多朋友 也會問我說 風假有什麼好吃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都寫過了 但是我發現 大家還是搞不懂 後來就發現 原來是因為去夜市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懂 東西在哪裡 然後我就有一次 跑去風假夜市 把我所有覺得好吃的都拍下來 然後自己用Photoshop 畫一個地圖 就畫了所有街道的地圖 然後還標註了 到風假一定要吃的 或是在風假 跟別的地方都有 或是你可以吃可以不吃 但是網路很紅的 然後這篇 後來也變成搜尋量很高的地圖 就是我後來就用這個模式 然後做了 可能是零夜市的 時代夜市的 或是各個不同 一中間夜市的地圖 我就發現 這對大家也是實用的 然後呢 做這個啊 就是你開節目 或者之後 你要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你就會發現 我好像不會拍照 那我就開始去學拍照 我一開始寫播 我可能用手機拍的 然後手機拍拍拍 買便宜的相機 再越買越好 然後可能買到單眼相機 我不覺得 你們一開始要投入很多錢 因為你只要寫 你自己開寫之後 有的人用手機還是可以拍很漂亮 因為我有一次去大陸的 呃 我去襄陽 就是湖北的襄陽 跟旅遊局的合作 我那一整篇文章 全部都用手機拍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用手機拍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你只要好好用 利用你的器材 你有手機 或是你有很便宜的東西 你也可以做出很棒的效果 所以你就會開始 像這個 你就會開始想學 我要學 Photoshop 我想要自己做出很漂亮的照片 像這個圖 你可能就會想要 越修越漂亮 然後你就會想要 學剪影片 像我就開始學剪影片 就是因為我想要 做出好的影片給大家 然後你真的為了自己之後 你就會開始 以前可能不想學剪影片 你現在就開始學了 以前可能不想要學 Photoshop 你突然間 被逼著就會 因為你想要自己的東西漂亮 所以當你為了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激發很多的潛能 做得很好 或是從自己不熟悉的東西開始 因為你知道 我剛說我在相機店打工 我的拍立的永遠搞不清楚 哪一台是哪一頭 結果客人一來的時候 請問有哪一台嗎 然後我就一直看著店長 我說什麼 哪一台 然後大概看了十次之後 我就覺得店長要生氣了 因為他覺得 我怎麼來了半年都不會 然後我就開始找資料 然後自己整理表格 其實那一篇文章 是要整理給自己看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如果你自己想要學哪個東西 你學不會 你就把它寫成文章 你想像你要教別人 你就會了 所以那個女生寫了很多城市的教學 她是一個台大 寫城市的女生 她寫了很多 她例如說她要去義大利 她就寫義大利文教學 寫給自己看 怎麼學義大利文 怎麼學一個城市 怎麼學一個什麼 要找什麼書 然後書面記錄下來 所以我就寫了這一篇 然後後來也有好多好多人 就是看了這篇文章 然後認識我 然後就跟我說 她發現了就是可能我整理得很清楚 然後內心就默默想說 廢話我要整理給自己看的 之類的 所以你們就可以想 如果你 例如說你對什麼東西很有興趣 可是你不會 那你也許可以從寫那個東西來開始 或是 我現在就可能要出國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我不瞭解新加坡 我就開始 先寫新加坡文章 然後想 我要去新加坡的時候 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我就發現 我去要遇到的困難 可能都是大家會遇到的困難 那我就可以寫出一篇 對大家是真的有幫助的文章 而不是我去玩玩之後 真的你去玩玩回來 你就會發現 其實那你的交通不難 什麼東西不難 不需要先問 可是我會發現 你真的要找資料 去那個陌生的地方旅行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 好緊張喔 我都不知道 我就會很焦慮 然後我就換了一個方式發現 欸就是一樣 從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寫一個文章 然後也是教導大家 順便也是 這樣自己學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呢 就是想要 讓你們問問自己 願意為了自己喜歡的事情 付出多少的努力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的話 你不會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不管是你的學業 你的工作 或是你要早工 或是你可能 陪你拿去跳也是 或是你真的要寫播歌也是 我在微軟實習的時候 是我最忙最忙的時候 而且我的職位是 幾乎24小時都要接電 就是接主管的電話 然後被一路返回返返返返 然後結束一整年 然後還要去上課 可是我那時候反而是 寫最多最多文章的時候 所以我就覺得 說沒有時間或是沒有空 其實都算是藉口 然後呢 寫播歌其實也是一個 把自己賣掉的方式 那你如果連你自己 都可以賣掉的話 那你還有什麼難的呢 對不對 就是如果假設我今天 常常可能說 欸我今天想要寫一個 可能旅遊的手機 就可能ASUS的那個ZenFone 他之前就可能 寄信跟我講說 他想要推這個手機 但他可能只會跟你說 ZenFone讓你用 他不會特別告訴你 你該怎麼賣這個手機 那每一個部落課 其實你久了之後 你就知道 適合自己的是什麼 你的讀者要看的是什麼 你把你現在 隨便看到一個拆瓜布 你都可以把它包裝成是 適合你自己的拆瓜布 他是超級厲害的拆瓜布 我可能就會說 喔他可能蓄電力很強 或是他螢幕很大啊 然後他很適合旅行 或是他有什麼特別的APP 是我旅遊的時候可以用 我出去玩的時候可以用 例如說螢幕很大 我出去玩可以不用帶電腦 我就不用在小小的手機看 或什麼之類的 你就會發現你的包裝能力 或是企劃能力 或是跟廠商提案的能力 會高很多 因為有些廠商他可能會說 欸我是餐廳 然後你可以來寫文章嗎 有些其實他不覺得 我要請你要錢的 那我一開始就會跟他 我就會覺得 蛤沒有錢或是 為什麼又沒有錢 或是我這麼辛苦 為什麼我要免費幫你寫 有時候會這樣 然後後來換一個方式 或是我問了其他的 部落課前輩 然後他們就說 你應該要告訴他 你有什麼厲害的啊 你要自我推薦啊 然後我可能就會跟他說 欸你好很開心 叫你的邀請 那我的文章 可能每天都大概多少人看 那你給我的文章 我可以幫你哪裡曝光 我可以幫你做多少的曝光 那我可以讓你得到什麼效果 那你給我的稿費 我還會幫你下廣告 還會幫你做其他的事情 那他就會覺得 請到你一個人很划算 這同樣的東西 如果你在這裡學會 那你以後去工作的時候 你要做其他的工作 你要跟其他人體驗 或是你要去跑業務的時候 這都是你一開始就學會的東西 那你也不用去公司工作 老闆可能沒時間教你 可是你在這個環境中 其實你慢慢就會學會了 對 所以就覺得 大家如果現在有空的話 真的可以開個部落 謝謝大家 如果等一下有問題可以問我 謝謝大家